然後還要來告訴大家的是春節返鄉 我們要帶個半熟禮嗎 總不能兩串焦回鄉嘛 對不對 很尷尬啦 那麼這個時候呢 推薦給大家的是年節半熟禮 即日起到2月24號 都可以購買 現在呢 還可以加碼送這個會員的購物金 我還蠻推薦就焦原蛋白的 好 無論是藍綠色還桃粉色 我覺得都非常適用 如果是想要來吃這個皮膚保養好呢 就是桃粉色的 如果是想要筋骨有活力的話呢 那麼就是藍綠色的 現在都有一個組合包裝 而且還有這個90天的有感計畫 歡迎大家可以多多的來嘗試嘗鮮 好 也可以趁這一波呢 大打折的時候 送給您最愛的親朋好友 同時也要告訴大家 可以輸入CTI77小寫的 CTI77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優惠折扣了 那其實呢 很多人都有這個睡不好啦 或者是睡眠很淺的問題 但如果您經常睡不好的話 其實會影響腸道健康的 之前我在訪問的時候 醫生就有說啊 如果您是長期都沒有睡滿7小時的朋友 那麼很有可能您的排便 會出現問題 那麼這個腸道不健康的話 又會影響睡眠了這個惡性循環 所以要告訴大家了 這個時候可以補充的是 我們的年節最棒的伴手禮 我們就要來聽聽專家怎麼說了 何先生 你最近是有哪裡不舒服嗎 胃有點不舒服 晚上留著還是睡不好覺 翻來翻去都無法睡眠 今年68歲的何先生 平時擔任採訪車駕駛 三餐時間不固定 再加上長時間久坐 不僅腸道出現問題 還連帶影響睡眠品質 腸道因為它擁有第二多的神經元細胞 最近的醫學研究我們有發現 腸道它不僅是負責消化吸收 它也有其他的 比如說好像有類似感知 反應 回饋 甚至負責內分泌 情緒等等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腸道我們把它稱為第二大腦 除了透過藥物治療以外 適度運動 刺激腸胃蠕動 也可以保養腸道健康 像是何先生這種腸道加上睡眠的問題 醫師就建議可以補充 擁有助眠功效的益生菌 腸道菌它對於合成某一些氨基酸 包含這個GABA 包括色胺酸等等物質 都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對於我們神經的安定非常重要 那血清素不足 就是最常導致的就是 比如說這個情緒的憂鬱啦 睡眠的不穩定啦等等 所以說腸道菌會不會影響到睡眠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跟理論上來看的話呢 其實是有影響的 市面上的益生菌白白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含有完整調配的益生菌 益生源及後生源配方 不但能提升益生菌效能 同時還能增加活性與功效 全校的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從這個克菲爾發酵乳裡面 的一些菌株把它分離出來 加以培養 對我們體內的腸道免疫 甚至對於睡眠 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比如說睡前吃或者是飯前吃等等 其實益生菌你要讓它在我們的體內定質下來 順利的繁殖 你必須要長期的服用 想要睡好 關鍵就在養長 平時多運動攝取高鮮食物 睡前補充益生菌 積極強化置身的腸道力 就能進一步提高睡眠品質 一會兒 睡前做錯視 我們下集 這邊也有的 好 請 請 感谢观看